即时通讯应用城市Telegram创办人杜洛夫 星期六乘坐私人飞机 从阿塞拜疆出发前往法国巴黎 法国警方随即在布尔格机场 逮捕了这名39岁俄罗斯裔的亿万富翁 而此前法国执法单位已对他发出逮捕令 并向他展开初步调查 根据法国媒体通报 杜洛夫可能面临包括恐怖主义 贩毒 欺诈以及洗钱等等的指控 预料会在星期天晚上控上法庭 并可能面对最高20年监禁的刑罚 截至傍晚6点 Telegram和法国当局也依然没有针对这件事 做出任何回应 另外自2022年2月而乌战争爆发之后 Telegram一直都成为有关战争和政治的 主要内容来源 但是平台并没有过滤相关的内容 一些国家也曾试图向他施压 但Telegram认为他们应该保持中立 不应成为地缘政治的参与者 目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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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